大家好,我是大政,这回继续聊聊韩国 主题是韩国为何要将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到小城市失踪呢? 韩国将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到失踪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韩国经济刚开始腾飞的时候 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 还在强人朴正熙的执政时期 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韩国的迁都计划 2002年韩国总统卢武炫上台后 就建议在首尔以南的城市中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首都 从而减轻首尔的压力 不过最终由于在野党的反对 不得不进行一定的妥协 只将部分的韩国中央政府机构迁入新首都失踪 2018年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宣布 拟定行政首都正式由首尔南迁至小城市失踪 经过多年的运作 除了韩国总统府也就是清瓦台 国会和国防部等中央机构仍留在首尔 其他如总理办公室在内的36个中央部门 和9个政府研究中心 都迁入了新的行政首都 有1.5万公务员在新首都失踪工作 其实韩国迁都的主要因素 还是和首尔的地理位置有关 韩国首都首尔可能是世界战略位置最差的国家首都 因为它距离三八线只有40公里 虽然首尔的面积只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6% 但首尔以及周边地区 却集中着这个国家50%的人口和70%的GDP 光首尔一个城市的GDP就占韩国全国GDP总量的21% 可以说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韩国一直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放在敌人的炮口之下 只要地区局势稍微发生一点风吹草动 韩国的经济和国家运行都会出现大问题 当然韩国迁都还有想要削弱大财阀势力的想法 我们知道韩国是一个财阀掌控经济的国家 而这些财阀他们的产业自然也集中在首尔以及首尔周边地区 如果韩国迁都成功的话 韩国大财阀的不动产必然会贬值 财富会大幅度缩水 所以韩国迁都一直都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这些财阀会极力反对 这其中就包括三星集团、现代集团、SK集团等韩国顶级财阀 所以我才曾经评价过韩国的这些财阀 现在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发展的阻力 变成稀释国民经济血液 而且大到不能倒的僵尸和怪兽 时至今日由于韩国的邻国在冷战结束后 国力已经大大的衰落了 对于韩国其实已经够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最多平常发一些牢骚 搞一下紧张气氛 但打起来的几率很小很小 韩国迁都还是不迁都 问题都不大 但是在美国和韩国本土媒体的日积月累的宣传之下 韩国民众早已经耳濡目染 被洗脑了 想到的北方的邻居就害怕 首都不安全的思想早已经固化下来 所以在迁都的问题上 韩国民众是百分百支持的 只有韩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反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更好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